Ready 遊戲型感線一日解線部 旗下日系畫風可愛俏皮的線上遊戲 魔語 Online 將於 4 月 21 日起 舉辦第二階段限時封測 封測期間內每晚 6 點至 9 點 玩家都可以登入遊戲中小事身手 此外為了廣正厲害的玩家 前往魔語 Online 眾大展身手 直至起至 4 月 21 日起 遊戲型感線舉辦了城鎮高級測試員的活動 而第二次封測實踐進入倒數 要如何在短短五天測試時間裡 玩到遊戲精髓 就要掌握住新手秘訣 遊戲型感線也釋出新手教學秘技 讓所有玩家都可以贏在旗袍點上 想參考的玩家可以到官方網站進行查詢 萬代南宮表示 他們將代理由 Obsidian Entertainment 製作的 史科威爾·艾尼克斯發行的新作遊戲 《末日圍城3》 預計將在 6 月 17 日上市 原本預定在 5 月發售的《末日圍城3》 在製作團隊說明 需要比當初計劃還多的時間完成之下 悄悄的往後延了大約 3 周 不過官方也釋出最後一位角色 Renheart 宣傳影片 讓玩家不至於太難過 《末日圍城3》遊戲故事描寫一博王國毀滅後 各方勢力為了角逐領導權而彼此征戰不休 玩家將化身為曾經迷洋大陸的第 10 軍團團長 透過變化無限的物品 複雜的故事線 以及直觀的動作遊戲性 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 為了復興王國而展開冒險 由布洛塞公司所開發的 多人線上動作即時戰略遊戲《志焰帝國 2》 於日前釋出了職業介紹影片 而玩家最關心的發售日期則是還沒公布 《志焰帝國 2》 採用了最新開發的 3D 引擎 營造出更千軍萬馬的大玻璃戰鬥場面 而玩家能從人類聯盟 黑暗軍團 畢人人大軍等三大勢力中 選擇自己的所屬陣營 並通過網路與其他的網友對戰 獲得最終的勝利霸權 不過《志焰帝國 2》 卻有即時戰略的要素 更強調動作性 玩家能親自扮演英雄人物 衝入敵陣仲 奮勇殺敵 而且戰鬥過程還要注意地形變化 巨大魔物的攻擊 陸海控三軍戰鬥 攻城戰略的兵力部署等 加上登場英雄人物也更多 選擇不同主角進行遊戲 會影響劇情分歧發展 新年代的《志焰帝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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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許多的美國英雄都改編成定 像是雷森索爾 美國隊長等等都要上了大螢幕 而這個DC 經典漫畫《綠光戰警》 也搭上了這股風潮 並順勢推出電玩作品 《綠光戰警》的劇情是輸說在宇宙的中心 以季度發達、科技繁榮的OA星 由於某個科學家的實驗失敗 造成《思源大爆炸》 導致邪惡流入宇宙之中 而OA星人認為是自己的措施造成的這場後果 於是賦予自己維護全宇宙和平的責任 就此組織了一個維護治安的機構 《綠燈軍團》 《綠光戰警》電影預定6月17日在全球上映 遊戲推測也將在電影檔期左右上市 德國的Splate Screen工作室在日前宣布旗下的3D網頁遊戲 Steel Legends 余地在今年第二季推出 並且已經開放封測讓玩家搶先體驗 Steel Legends是款多人連線的網頁遊戲 畫面精美的程度讓人一度以為是在家用主機上推出的作物品 遊戲中玩家將降落四個派別中的其中一個 與其他對手進行資源、土地以及權力的爭鬥 透過完成任務來提升自己軍隊的實力以及裝備的強度 將讓玩家在戰場上發揮更強的戰力 官方也說明Steel Legends 的設計理念 是一款操作容易讓玩家好上手的遊戲 玩家們可不要因為看起來很複雜 就對這款遊戲持續興趣喔 最近常常可以看到電影改編的遊戲的消息 而硬地在午夜上映的電影《玩命關頭5》 又將在手機平台上推出遊戲了 在手機上推出的賽車遊戲多如繁星 而Gameloft 公司特別強調 手機上的這款《玩命關頭5》 將會超越以往的遊戲 再給玩家新的體驗 玩家可以在電影上映之前 再度尬車狂飆巴西里悅熱內如街頭 嘗試城市非常魅力 再度尬車回到第二次 再度尬車回到四座